我也是第一次演这一类的角色 我记得当时看完剧本的时候 我有一个画面在脑子里面 就是导演拍的 就是我从商场里出去 一直在走上车的那个影子 所以我看完剧本我就老有一个影子 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所以我觉得景兰她是 就是她对苗苗还有对她的家庭 我们且说因为她的职业这一部分是被引掉的 我们且说她是非常成功 你看她的那个速度啊 你看她的装扮 其实她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她对她的家庭 我觉得她是非常 尤其是对苗苗 我觉得她的爱是非常软弱的 我觉得她能碰到老金 能够就是发生这一系列的事情 到最后她儿子交给就是 以一个正面的态度去帮助儿子 我觉得这都是她自己找自己的那个软弱 对儿子的爱的软弱造成的 谢谢 谢谢周秋老师的分享 谢谢周秋老师